生命纪第四章 以色列人啊 现在你们要听我向来教训你们遵行的律例和典章 使你们可以活着 可以进去得着耶和华你们列祖的神赐给你们的地做产业 我吩咐你们的话 你们不可增加也不可减少 好使你们遵守我吩咐你们的 就是耶和华你们的神的命令 耶和华因巴利皮尔的事所行的 你们都亲眼看见了 所有跟随巴利皮尔的人 耶和华你们的神都从你们中间消灭了 只有你们仅仅倚靠耶和华你们的神的人 今日全都活着 看啊 我照着耶和华我的神吩咐我的 把律例和典章教训你们 好让你们在将要进去得为业的地上遵行 所以你们要谨守遵行 因为在万民的眼中看来 这就是你们的智慧和聪明 他们一听见这一切律例 就必定说 这大国的人真是有智慧 有聪明啊 哪一个大国的人 有神与他们这样亲近 像耶和华我们的神 在我们每次呼求祂的时候 与我们亲近一样呢 又哪一个大国 有这样公义的律例和典章 像我今日在你面前颁布的这一切律法呢 你只要自己谨慎 又要谨守你的心思 免得你忘了你亲眼看见的事 又免得这些事 在你有生之日离开你的心 总要把这些事传给你的子子孙孙 免得你忘了你在和列山 站在耶和华你们的神面前的那天 那时耶和华对我说 你要为我召集众鸣 我要叫他们听我的话 使他们在那地上生活的日子 可以学习敬畏我 又可以教训自己的儿女 那时你们走前来站在山下 山上有火烧着 火焰冲天 又有黑暗 密云和幽暗 耶和华从火中对你们说话 你们只听见声音 却没有看见形象 只有声音 把他的约 就是他吩咐你们遵守的那十条诫命 向你们宣布出来 又把他们写在两块石板上 那时耶和华也吩咐我 把律例和典章教训你们 使你们在将要过去得为业的地上遵行 所以你们要特别小心 谨慎自己 因为耶和华在和列山 从火中对你们说话的那一天 你们没有看见什么形象 恐怕你们败坏自己 为自己制造偶像 制造任何神像的形象 无论是男像或是女像 或是地上各种走兽的像 或是飞翔在空中各类有翅膀的雀鸟的像 或是地上各种爬行动物的像 或是地底下水里各样鱼类的像 又恐怕你抬头望天 看见日月星 就是天上万象的时候 就被勾引 去敬拜和侍奉他们 那原是耶和华你们的神 分给天下万民享用的 耶和华却把你们从埃及 从铁卢那里领出来 做他自己的产业 自己的人民 像今日一样 耶和华又因你们的缘故 向我发怒 并且启示不让我过约旦河 也不容我进入耶和华 你的神赐给你做产业的那美地 我只有死在此地 不得过约旦河 你们却可以过去 取得那美地做产业 你们要自己谨慎 免得你们忘记了耶和华 你们的神与你们所立的约 你们就为自己制造偶像 制造任何神像的形象 就是耶和华 你的神吩咐你不可做的 因为耶和华 你的神是烈火 是祭邪的神 你们生子生孙 在那地住久了的时候 如果你们败坏自己 制造偶像 制造任何神像的形象 行耶和华 你的神看为恶的事 惹他发怒 我今日就呼天唤地向你们作证 你们必在过约旦河取得为业的地上迅速灭亡 你们必不能在那地长久生存 必全被消灭 耶和华必使你们分散在万民中 在耶和华要领你们所到的万国中 你们剩下的人数必不多 在那里你们必侍奉人手所做的神 就是用木头、石头做成的 不能看、不能听、不能吃、不能闻的神 但你们在那里 必寻求耶和华你的神 如果你一心一意寻找他 就必寻见 日后 你落在患难中 这些事都临到你身上的时候 你必归向耶和华你的神 听从他的话 因为耶和华你的神 原是满有怜悯的神 他必不丢弃你 不毁灭你 也不忘记他启示与你的列祖所立的约 你问问在你以前过去的日子 自从神创造人在地上以来 从天这边到天那边 有没有人行过这样的大事 听过像这样的事呢 有没有一个民族听见神在火中说话的声音 像你听见的一样还能活着呢 有没有一位神尝试借着试验 神机 骑士 战争 大能的手 和伸出来的绑壁 以及大而可畏的事 把一国的人民从别的国中领出来 像耶和华你们的神在埃及 在你们面前为你们所做的一切事呢 这是要显明给你看 使你知道只有耶和华是神 除了他以外 再没有别的神 他从天上使你听见他的声音 为要教导你 又在地上使你看见他的大火 并且叫你听到他从火中所说的话 因为他爱你的列祖 所以才拣选了他们的后裔 用大能亲自把你从埃及领出来 为要把比你大 比你强的民族 从你面前赶走 然后领你进去 把他们的地赐给你做产业 像今日一样 所以今天 你要知道 也要记在心里 天上地下 只有耶和华是神 除他以外 再没有别的神了 你要遵守我今日 吩咐你的律例和诫命 使你和你的子孙得享福乐 也使你在耶和华 你的神赐给你的那地上 得享长寿 那时 摩西在约旦河东 日出的方向 把三座城分别出来 让那些肃无仇恨 无心误杀人的 可以逃到那里去 逃到这三座城的一座去的 都可以活着 为刘本人 分出了在旷野平原的比西 为迦德人 分出了激烈的拉末 为马拿西人 分出了巴山的戈兰 以下是摩西在以色列人面前 所立的律法 就是摩西在以色列人出埃及以后 对他们所说的法度 律例和典章 地点是在约旦河东 伯皮尔对面的谷中 就是住在西石本的 亚摩利人的王西洪的地 这西洪 是摩西和以色列人出埃及后 击杀的 他们占领了他的地 和巴山王厄的地 就是两个亚摩利人的王 是住在约旦河东 日出的方向的 从亚嫩古边的亚罗尔 直到西云山 西云山就是黑门山 还有约旦河东的亚拉巴全地 直到亚拉巴海 就是皮斯家的山坡像